欢迎收看我们YouTube的教学频道 今天我们会讲一下怎样用VCAD的Path模组 去产生CNC机用的GCode 还有我们会讲一下怎样将GCode的档案 转给ROLANDCNC机专用的MachineCode 第一部分是怎样生成CNC用的GCode 首先我们就开了VCAD 要等一等它开 现在进了VCAD的主画面 我之前就预备了一个Path的档案 现在就开了出来 这次我们要做CNC的GCode 最后就要用到VCAD的Path模组 现在就会看到多了两行Toolbar 为了方便选择Path 你可以开一个Treeview 选择CNC的Path 然后按RELAVE Path Project 你现在就会看到一个Path模组 打开它就会看到另一个Item 叫Machine 之后我们按一下Icon 就会开了Tool Table的Editor 我们可以加我们的刀具 用刀具去 例如我们会用MU 它是高速降线的 再选择它的物料 再选择 然后再选择刀具的直径 有其他变化物件可以搭进去 再选择 出来之后 我们要加用哪把刀 之后我们要点一下 我们要加弓面 然后再选择要加弓的方法 那就可以将你的Tool Path 那我们现在的Demo 就做到这里 那把Tool Path 就把Tool Path 就选择了Gcode File 打开File名 然后再选择 之后呢 就会打开一个Dialog 就问你用什么ProProcessor 那这次我们就选择Linux CNC 的ProProcessor 那就已经save好Gcode的File 那我们就返回到档案管理员 那里 就看看那些File内是如何的 那这里可以看到 有G01 XYZ 这些CMD 那我们可以用这个File 控制我们的CNC Machine PART 2我會講一下不是用Gcode的CNCM 例如是WOLAND的MODULER系列 它是用一個專用的格式RML1的檔案格式 例如我們可以直接export這個格式 但有時候人家就給了Gcode 或者其他MACHINE就已經有Gcode 我們就不想再GEN 就可以用3CAD去convert file 我們現在進入3CAD的軟件 我們開一個新的檔案 現在什麼都沒有 我們就 下下多了個unnamed1的檔案 我們就再 import 先進入Gcode 就不需要選擇什麼特別的CN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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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按 一按那個 Hydotropic View 你就會看到剛才的形狀的Gcode 那些PowerGraph 我們選擇Export 選擇 我們選擇RMLPost 就會選擇RMLPost 就會變成ROLAN 可以選擇 我們就選擇RMLPost 我們選擇RMLPost 我們選擇RMLPost 你會看到更多不同的 一架2Z 然後有3個CNCMD 然後有3個CNCMD 這個才能控制ROLAN的工具 然後有3個CNCMD 我們選擇CNCMD 我們選擇RMLPost 我們選擇RMLPost 這個叫做TDMLPost 選擇RMLPost 我們選擇RMLPost RMLPost 我也選擇RMLPost